那么今天更好笑的是 我们除了我们在视线 是不是有违线的部分 甚至我们现在又在处理一个 我们自己对于这个条文 都已经在违规的状况 这个条文都还在做紧急处分 然后呢 我们就自己在针对条文里面的内容 在做愉悦的动作 里面所写的有一个裁判 确定前之诉讼案件 就其侦查或审判所为的处置 及其卷证 立法院不得行此调查权 主席我就想要问 民进党到底在怕什么 检调查了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不公开 而且也没有进度 赖委员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呢 为什么不相信说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 我们三党的委员一起合作 在经济委员会 成立调查小组 把真相公布给民众 让大家可以知道 这对民进党也没有任何的不利啊 而且不只是操失 绝对不只是操失 包括说这个农委会补贴中央续产会 买单的运这个运送 能链相关的补助 竟然多补了 而且呢 理由是为依法 为依采购法 所以要追讨回368万的补助款 这个刺激钱如果不是这一段时间 立法院立法委员一直在委员会质询的话 我们连我们失去了 多补了385 68万 多补了368万 都不知道 你们相信这是唯一一件吗 已立预算监督和检讨 相关法令 善进国会监督职责 是否有当请公主案宣读完毕 已经违法违规了 没有啦 还有不一样 那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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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违法 我们现在在开会 请大家 肃静好吗 好来请回座 请问各位同仁 刚刚议事组人员宣读过 成立进口鸡蛋 执行情形 调查小组 请问有没有意义 请问有没有意义 你没有意义